烤全羊是蒙古族接待圣兵的一道传统名菜 也是草原民族的三族之尊 能够享用它即是唇高的待遇 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草原的羊吃的是鲜烈的青草 喝的是清凉的山泉水 它那柔毛说过甘露的洗礼 它那身躯说过阳光的沐浴 它那刚刚的头颅像畏恶的大青山 它那宽阔的脊背像广袤的宇宙 它那长长的肋骨像檀香树一样健壮 在这吉祥的时刻 我们把这美味用神圣的锅镜烤全献给 在座美味最贵的客人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最最贵的贵宾 为我们开羊减散 掌声有请 好 请您站在红豆花这边 首先请您手握我们的开羊刀 在羊背上大大画个十字 先横后竖 画十字意味着十全十美 祝您和大家生活中十全十美 万事如意一帆风顺 请您将红豆花高高举过头 示意大家 举红豆花意味着色 红运当头 祝您和大家事业中红运当头 红火火 红星高涨 谢谢 再敬一碗纯香的开羊酒 请您左手端杯 右手的吴明子 姬斯克手指 轻赞久灭 向上弹敬千 感谢上千赐我们生命 再赞下敬地 感谢大帝赐我们福禄 最后赞下额头划过敬祖先 感谢祖先赐我们强壮 请您一饮而尽 好 谢谢 为您献上草原民族 尊重祝福哈达 祝您健康吉祥 同时也祝大家健康吉祥